準備發動技能 最終賭注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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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喲 呀啊啊啊啊啊 哇啊啊啊啊 喔喔喔喔喔喔ov 一个一個一 呵呵 幸好幸好 還好還好還好 剛剛好 刚好可以融合 喔喔喔 嚇死我 哼 哇 哈哈哈哈 骰到一個一 哇喔 呵呵卪 好的 沒有問題 攻擊力2900 嘿你怎麼跟我zone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慶 今天要來介紹我的卡組是電子黑暗龍卡組 那最近非常多網友要我介紹這一套卡組喔 那麼今天就來玩給大家看 但是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套卡組的勝率蠻低的 所以我還是盡量把贏的片段給大家看好不好 因為剛剛試玩真的輸太多了 非常難剪這次影片喔 好 那我們這個騎手其實還不錯喔 這一場遇到的是凱撒亮 那麼現在凱撒亮技能幾乎都是 那個會跳三隻電子龍的那個技能 所以呢我們一開始盡量不要把他打死好不好 盡量不要讓他耗血啦 讓他不要使用那個技能 所以呢我這一回合可能就不打他 我可能就不打他喔 好的那麼 欸我們先召喚黑暗 電子黑暗魔角 好 發動他效果我們剛剛 用苦澀絕斷 送到墓地的這一張獵龍就可以 裝到自己身上打點2500 非常的不錯 那我這邊不打喔 因為呢我不想要讓對方使用他的技能 所以我直接結束 好的 這樣一來的話對方就可能會比較難打一點喔 好 好的這邊直接神秘封定手 欸 很奇怪喔 喔 感覺不是我想像的那個技能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有一張萬人地雷 可以稍微防禦一下 看一下對方 到底玩什麼卡組 欸欸欸欸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直接結束 好 說不定他手上有栗子球欸 好 那我們這邊就 欸 可以來融合欸 我們來融合一下好了 大家應該是 比較想看這個吧 但是融合的話 打得贏嗎 欸應該是OK啦 應該是打得贏 好 出來吧 開黑龍 黑暗電子龍 好的 一樣把 墓地三星的獵龍裝到身上 好 我們這邊 欸 對方手上沒有 哈哈 直接打贏了 怎麼可能 居然 遇到這個 很奇怪的對手 沒有後台 也 也沒有怪物防禦 究竟是什麼卡組 勒 納氣魔 呵呵 很奇怪的卡組 好的 那麼繼續來打我們下一場 OK OK 好的 最近真的非常多凱撒量喔 真的很多凱撒量 大家是想要刷技能還是要練等呢 怎麼會這麼多凱撒量 好的 一開始有苦澀決斷就是好的開始啊 那麼我們的這個電子黑暗毅刃就可以 欸 把目的的 獵龍 當成裝備裝起來 被防一次戰破 還不錯 喔 可以防一次戰鬥破壞 然後打點又是非常高的 欸 直接開個聖杯 為什麼呢 喔 原來是把我們效果無效 欸 欸 對方 或許跟我們玩的是 同一 同一個套路喔 所以這邊 呃 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他有可能跟我們 是一樣的嫖妓倆喔 呵呵 好的 那麼我們這邊就獵龍戰場 好 蓋上加拿大直接結束吧 那待會呢 下一回合我就要使用 我們的最終賭注啊 希望 可以來融合一下 哈哈 看看誰才是真正的凱撒亮 然後對方直接戰鬥 但是不打 沒有關係 OK 那我們這邊 可以來 最終賭注了 我要先開局部性颶風 好 吹走 來 最終賭注 來個6吧 6 5 6 5 5 1個5 太神了 啊 但是沒有抽到融合卡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 我們 就先 先召喚其他怪獸 而且呢 還有加拿大蟲 可以做一個防禦的動作 可以說相當不錯 那我們這邊要召喚哪一隻勒 啊 我來看一下 喔 這個黃色這一隻是穿透的 然後黑色這一隻是可以 直接攻擊 那我們召喚 變紫黑暗龍骨好了 這樣的話 我們還可以多扣對方 300點的傷害 那麼這邊就 攻擊吧 好 多扣300 不錯 那我們手上的局部性颶風 待會還可以來 吹一波 喔 這邊比較可惜的是我們 放了三張 可以融合的那張魔法卡 居然沒有抽到啊 怎麼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的 喔 對方 電子眼看魔角 喔 非常兇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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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邊先不要開 先不要開加拿大蟲 先不要開 OK 應該是沒問題了 戰鬥階段 好的 吃我加拿大 OK的嘛 對不對 開玩笑 直接 槓一波 好 待會我們用局部性颶風 就獲勝了 喔 電子黑暗中擊 太神啦 直接 出了吧 開黑龍 嗚呼 墓地的 手上的 場上的 全部融合 出了吧 開黑龍 開黑龍 電子黑暗龍 發動效果 攻擊力 升到2800 非常強的攻擊力 好的 來召喚我們 來召喚我們 電子黑暗一人 那他可以直接攻擊啊 所以 我們打臉就贏了 喔我們打臉就贏了 但是呢還是要 清一下他的怪獸 好 直接 獲得勝利 太神啦 哈哈哈哈 欸我們剛剛 我自己 私底下玩的時候 勝率非常低喔 沒想到在錄製的時候 馬上 獲得兩連勝 可以說是非常的意外 那麼 直接來打我們 最後一場吧 希望 可以拿到我們的 第四連勝 OK 這一場會遇到什麼 對手呢 希望來點強的 好的 這一場遇到的是 約翰 那約翰的技能 欸以前看到約翰會覺得說 應該是 更性 但是現在更性已經消失了 所以 到底是什麼技能 什麼卡組呢 就讓我們繼續 看下去 好我們這邊 起手還不錯 起手只要有苦澀的決斷 那麼我們的 電子黑暗龍 就可以 裝備 墓地的獵龍 喔攻擊力直接 衝到2500 哇 太強啦 好的 那攻擊力2500打點算還不錯 但是 如果真的要打階級的話 對變空牙團 喔一個粉碎2800 你完全打不夠 呵呵 所以算是蠻尷尬的 好這邊 超凡水晶 喔要做一個綠牌動作 直接抽兩張 喔直接抽兩張 好的 蓋了一張牌 就結束了 直接結束 哇 哇 這麼快啊 直接結束啊 喔這邊可能是那個喔 可能是那個 會把我們 卡片破壞的那張 我覺得 我覺得它這個蓋牌 很有可能是 會破壞的 那我這裡就謹慎一點 我這邊謹慎一點 我先 叫一隻獵龍 試試水溫 看你到底是什麼 欸但是看起來又不像 看起來又不像 欸真的是寶玉的祈禱欸 我沒有猜錯 喔幸好我沒有召喚 我們的 電子黑暗 的這兩隻龍喔 因為它是我們 待會呢 非常 重要的 怪獸 所以要留著喔 喔這個 獵龍爛的先 別來專邊 喔先送到目的 沒有關係 好的 寶玉獸 好飛馬 好打一張 寶玉獸放到 魔法陷阱區 覆蓋一張牌 這邊攻擊 直接給它打 沒關係 但是我們也可以炸掉啦 好不好 我們把它炸掉 直接把它炸掉 感覺還不錯 好 炸一波 六 九 OK的嘛對不對 好的 這邊呢 就來 欸還不能開技能喔 好好好 我有點 有點太趕了 還不能開技能 好 我們召喚 電子黑暗龍角 這一隻要記得喔 是穿透的喔 打這個防禦的怪獸可以直接穿過去 好的 攻擊兩千五 看你怎麼跟我動 哇 寶玉的祈禱 哇 你家裡是賣寶玉的祈禱的阿 我連續兩張 這個有點扯阿 沒關係 白鬼呢 我最終賭注就可以 融合出 超強的 凱黑龍 看你怎麼跟我動 好的 這邊 喔 又是 飛馬 怎麼一直抽到飛馬 他運氣也太好了吧 有這麼多寶玉獸 沒有抽到 居然又抽到飛馬 飛馬應該是寶玉獸裡面最強的下怪 好的 這邊就直接讓他攻擊沒有關係喔 不痛不癢 一千八而已嘛 被打個三下才會死 好的 我們這邊要發動我們技能了 準備 喔 準備發動技能 最終賭注 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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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嚇死我 哇 骰到一個1 哇哦 好的 沒有問題 攻擊力2900 嘿 你怎麼跟我鬥 下去 OK的嘛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電子黑暗龍他的 他的能力真的蠻爛的耶 就只是 一樣跟他的下怪有 這個 防戰破的一個功能 那只是攻擊力比較高而已 沒有什麼特殊的效果啊 真的我覺得沒有 沒有很強 好的 我們來檢查一下墓地 喔 還有兩隻獵龍 所以我們的電子黑暗龍骨 可以裝備墓地的 獵龍當成裝備2500 攻 哇 超強 好的 直接攻擊 棒 扣300 最後一擊 黑暗龍 哇 紅之引力 哇 哇 哇 太扯啦 救急 保育神 直接 復活 沒有關係 我家拿到給他開下去 喔 喔 打過去 成功解決掉 哈哈哈哈 哇 居然有彩虹龍 喔 真的是 嚇到我啦 但是我不信你現在還有可能有逆轉的機會 我們直接獲得這場勝利 那 太神了 拿到四連勝 我自己也非常訝異喔 好的 那其實這套應該還是有潛力的吧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來主主看啊 好啦 那今天的拍主介紹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請幫我點個喜歡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的留言 不一定會發布影片 各位慶紛們 我們 下次見 G